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1号的ICN国际卫视中文晚间新闻 我是刘其慧 新闻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每周方面的消息 过去10年全球的观光旅游业蓬勃发展 去年全球就创下了10亿人曾经到海外旅游的记录 而美国虽然拥有众多世界知名景观和地标 但是过去10年旅游人数却减少近三分之一 欧巴马政府为了要吸引外国观光客 今年将与旅游业者合作 投入1亿5000万美元推动行销美国的活动 其中包括加快在中国巴西等国家的签证作业 也将在9个国家播广告推销美国旅游 为了重振美国的旅游业 目前当局已经展开了一项过去似乎认为是多余的推销活动 将投入1亿5000万美元行销美国 以让美国成为外国观光客向往的旅游地点 官员表示这项投资有助于经济成长 以及为旅馆 餐饮 商店和观光客消费的景点增加就业机会 推销美国的活动之一包括在中国 日本 南韩 英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巴西 德国 以及澳洲等9个国家播出电视广告 以及在东京地铁 伦敦和温哥华市区打出各种类型的宣传广告 另外 国务院为了让外国旅客更方便来美国游玩 也在中国和巴西等国家加派人手 以为数以百万计的观光客加速签证程序